中美贸易谈判 中美贸易谈判 特朗普政府对如何执行贸易协议的关注图显出美国官员所称的中国糟糕的承诺兑线记录 他们称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年的谈判中也做出类似的开放市场承诺 但美国和其他外国企业却在中国遭遇日益增多的经营障碍 金融时报1月7日报道 一名中方与会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 中国副总理刘鹤笑容满面的与格里什在这场与北京举行的为期两天的谈判上会面 中国最高经济官员首次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出现 这让分析人士感到意外 因为这场谈判本应在中层官员间进行 葫芦认为刘鹤副总理的出现表明中共高度关注此次贸易谈判 这是一个展示诚意的举动 接着葫芦与您说说金正恩第四次访华的事 有报道说一辆看上去很像金正恩坐驾的列车 被看到于周一晚些时候在严密的安保之下 驶过中国边境城市丹东 韩国联合通讯社猜测这辆列车可能再有朝鲜高级领导人 而韩民族日报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金正恩前往了中国 中共对外联络部新闻发言人周二 8日表示 因习近平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1月7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这是金正恩第四次与习近平会面 美国国务院官员 最近多次在越南首都河内与朝鲜官员会面 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第二次峰会的相关安排 金正恩的此次访华应该与美朝峰会有关 特朗普上周表示 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金正恩的很棒的信件 并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与这位朝鲜领导人会面 就在特朗普此番评论的前一天 金正恩警告说 如果华盛顿持续施加制裁 来强制朝鲜政府去核 那么与美国曾经建立的善意 可能会富之东流 葫芦认为金正恩此次访华不是来喝茅台的 也不仅是就美朝峰会与中方协调立场 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习近平 今年访朝做铺垫 最后 葫芦与您说说10月1日中 共建政70周年时将举行大阅兵的事 这是习近平主政后的第四次大阅兵 大背景有两个 一是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已溃步成军 他被迫与特朗普迁城下之盟 不能不设法转移民众关注的焦点 以简经对其终身地业的影响 二是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重提一国两制之鱼 重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既摆出武统架势 岂能不炫耀武力 从2015年抗战胜利 60周年9.3大阅兵 到2017年解放军建军90周年8.1大阅兵 再到2018年4月海军节前夕海上阅兵 习近平每每借此宣示中国的军力 更宣示军权在握 如此平密的阅兵 扰民扰兵 又耗费无数名之名高 只为一句主席好的效忠宣示 是中共一党专政及党指挥枪的体制的优势 中共历次阅兵 虽然宣传所谓例行节俭 经费至少令人惊讶 但从未公布阅兵开支 从未将阅兵经费纳入人大会议审议的预算 网上曾盛传 2009年中共建政60年10.1阅兵经费为6亿元人民币 而2015年9.3阅兵开支 暴升至215亿元人民币 习近平主政后 平平阅兵 难免给人夜行人吹口哨的感觉 无论是其个人军权的稳固 还是中国军力的强盛 都给人扯大旗做虎皮的印象 美国太平洋舰队左表示 麦坎贝尔号驱逐舰周一在西沙群岛执行了一次自由航行行动 外媒则称之为挑战中国过度的海洋主张的行动 可见中国再如何炫耀武力 也不可能改变美国遏制中国扩张势力的决心 不可能改变台湾维护民主自由生活的决心 更可能自取其辱 真的招致美国以牙还牙 葫芦反对中共举行阅兵 为了一个华丽的团体操表演 耗费老百姓的明知明高 令人不齿 至于威吓台湾人则更不应该 相反会激起台湾人的反抗情绪 好了 今天葫芦就与您聊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